为在花莲的央月美帝度假酒店与新野发展协会 合作天文观测与天文教育的活动 让所有酒店的住宿客室免费来参加体验 花莲可以说是台湾最后一片净土 拥有大山大海还有干净的空气 而天空上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因为美帝住在酒店位于花东重谷之间 晚上看星星可以说是观察天文的最佳祭典 并且与新野发展协会合作天文观测以及天文教育的活动 我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真的让一般的人很少接触到天文的 可以有亲眼目睹天文盛世那种感动 那之所以会跟央月美帝酒店来合作呢 是因为第一个这一个饭店呢 它位在于比较市区有一段距离 那它的光害呢其实可以降到最低 那第二个呢在这饭店里面呢 它的设施都是非常齐全的 不论是外面的空地的一个宽广情程度来讲 或者是它里面的 他们的瑜伽房可以提供我们一个讲课的一个场地 所以不论室内室外 其实都还蛮适合天文讲课的场所 第三个呢在这边的天候状况啊 其实算是花东中古北段 那基本上它的天气也是比较相对稳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晴天的几率呢 会比山上的晴天几率好太多了 那最重要一点还是这边的董事长支持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想法 想要为这个花东地区的学子们呢 能近一点公司的一个企业责任 然后让这边的人多接触一下天文领域这样子 俊大集团公关企划经理江振宜表示 借由协会成员讲解心通的观测 天文的相关知识 和住宿客们分享以及交流 对天文交易更是积极证明的注意 这次的话就是很高兴有机会 可以跟新野发展协会这边来合作 那也是因为这个阴线雨的这个流行雨的部分 那可以让我们的住客 有机会免费的能够体验 然后了解更多有关于天文的这些部分 那也看到很多小朋友他们非常开心的看到 土星啊火星还有很多的流行雨的相关的资讯 都感到很兴奋 那也是因为我们花年这样子好的好山好水 才能够有这样的环境 然后无光害的让很多人 很多的消费者来这边住客呢 能够更喜欢这里 那课程上面的话我们会依照不同 其实我们在央月每一天都有这样的课程 那依照不同的年纪 我们的老师都会做不同的解说 那亲子的部分的话也可以一起来看这一片 没有污染很美丽的星空 Gina集团更远花年35年回馈地方不余力 从早期的有机农业休闲农场到近期开发的香草主题 央业美的都要酒店 有机推广央业业良品 都是致力于花年在地的产业发展 Gina集团创办人允存所董事长的初衷 就是希望好好发挥花年的优势 发展花年在地的产业 对花东的天文教育 透过与新野发展协议的首次合作 迈出第一步 未来双方还有许多合作的机会 花年的美丽星空下 央月美丽主要酒店一样也嘖嘖闪耀着 要让花年成为天文教育与新空业最闪耀的那颗星星 知识节目 知识节目